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51% 韩市长的制度下降了3.7% 来到19% 另外宋审长的部分 制度从上个礼拜的6.7% 微幅下降0.1%到6.6% 同时相关在民调的基础上有些评论 我们节目的台著 经常来的沈步雄沈医师 他有一个说法 他说韩国瑜市长的选情不妙 沈医师断言恐怕至少要输到250万票 这个数字说起来非常的令人感到惊恐 那uncle当然有很多他数学分 他是个数学高材生 他最骄傲的就是说 我沈医中补上台湾大学医学的时候 就是数学特别好 是uncle我知道 蓝崩盘有三个迹象 三个败象 韩国的民调跌破两层 uncle说分别是昏庸的主席 荒谬的候选人 跟尴尬的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立场 这是uncle 他认为这三个因素是促成民调跌跌不休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韩的民调直直落 蔡总统也被记者去询问了 蔡总统说韩市长要质疑每家民调的公正性吗 因为韩市长就说很多民调是买 都是假 不值得采信 总统就反问他说 那是每家你都认为不可靠吗 民调领先韩至少三成 蔡总统说民调好 那就多加油了 当做一个正面的激励 那看一下这个是 芷家兄的媒体电子报 他们所做的民调 在上个月底的11月份的国政调查的结果 蔡总统制度是51.2% 领先韩市长23.7% 领先幅度高到27.5% 亲民党的宋主席制度是5.2% 不过比较让大家指引 怎么说上一次的10.0% 10%的制度 一路下降到5.2% 亲民党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TVBS做的民调 TVBS大家也知道说 立场上是比较挺韩国瑜的 我们来看一下民调最新的结果 英德沛46% 领先国政派的31% 所以相差幅度高达15% 他这次也做了一些民众投票的意愿 说民众表示会去投票高达84% 4%不一定 11%表示不会去投票 那预估投票率大概70% 这算高了 以这几年投票来看的话 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放言透过三水民调公司 是不是三水 对不起 我修正一下 可能不是 他所委托他们做一个民调 里面一个比较有趣的问法是说 在蔡总统的支持者里面 韩国的支持者里面 跟宋审长支持者里面 一定有最坚定的 怕死不得 我绝对要投票 但是也有一部分说 我可能会有些变动 比如说蔡总统的制度里面有7.2% 那我可能会转投别人 韩市长的制度里面可能有4.4% 所以我会转投别人 那他做一个推估说 就算蔡总统的支持者7.2% 跟宋审长支持者里面可能有3% 都可能转投到韩市长支持者这边来的话 韩市长还是以差不多7.2% 会远远的落后给蔡总统 也就是说 就算非坚定分子改变投票立场 蔡总统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领先优势 那最近韩市长对于坊间所有的民调都说 都不要回答 通通回答唯一支持蔡英文 国民党内部是叉叉叉声连连 我那天打一个地方问一个国民党的中常委 他就用TMD开头说 你没要算别人要再算 你如果海市要输一股 贏一股那些人 也会让你这种说法都被输了 表达很不满的情绪 拒绝回答鸵鸟的心态 吴东升他是一个网路评论家 是这种鸵鸟心态吗 之后民调阐输就可以一概不承认 真是国际的大笑话 把头埋起来 民调都变假的吗 是这样子吗 那这里面还有更有趣的新闻 总统候选人媒体群组 谁的总统候选媒体群组 韩国瑜韩市长媒体群组 在这里面有一位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 他提问 他提问 我把这个小字我把它解出来 台北支局的支局长 产经新闻他在里面提问 在韩市长群组里面提问 他说有关台湾有很多的假民调的指责 本人觉得至今曾发表或报导过的媒体 或团体来说是关乎信用的重大发言 因为他是日本人 他写中文可能比较不流利 也说你说的话台湾很多假民调 那到目前为止有发表过 报导过媒体 这些民调的媒体 或是团体来说 你们的信用是遭到很大的质疑 你们都沉默不作声吗 我们做的都是假的 因为像毕色日本产经新闻 这样子的海外媒体 也报导过台湾的民调 想请问具体来说 哪个媒体 什么团体的民调有造假的嫌疑 另外如果竞选总部有独自进行的真民调的话 结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够得到这份民调 谢谢日本产经新闻 驻台湾的支局支局长 韩市长总部 没有任何人给予回应 英文怎么看最近的民调争议 我想民调代表几个事情 第一个持续有在做民调代表 在观察各个政党 他在最近的表现 或过去检视长期以来的表现 以及针对有一些突发事件的因应 他会反应的非常快 尤其是特定事件的时候 民调上升或下降 所以去指责别人的民调是假民调 这个真的没有道理 像产经新闻田中先生 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对日本的媒体来说 他们非常关注台湾的选举 其实不止日本媒体 我跟他谈过话 动不动说以消息来源 你要经得起我的追问 他非常的自信 我大概知道要跟他讲话 如果不方便透露消息来源 我基本上跟他就不说了 对其实国际上都很关注 台湾接下来的选举 因为大家都认为 那不只是台湾的选举 上个礼拜我们有 意大利的媒体来访问 他们写的那篇评论就是说 这不只是台湾的选举 明年他们认为 全球有两个重大选举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美国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国际的媒体都关注的情况之下 去指称所有的媒体都是假民调 这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事情 也会让其他的国家觉得 那你们到底在干嘛 那当然对民进党来说 民调目前的状况比较不错 但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 你票没有投出来 民调再好都没有 所以我们不断的 跟我们的支持者讲 明年1月11号 你一定要排除万难去投票 那么我们昨天也 请年轻人来担任我们的监票部队 也就是说去雇这个票 至于说韩市长去提 都不要讲了 或者是他在 唯一支持蔡英文 当然我们是很赞成他唯一支持蔡英文 也希望他能支持 那个妙天大法师 接受他的劝告 就改支持蔡英文 也希望他的支持者支持我们 也不要再攻击蔡妙天了 但是这真的对于 我想过去传统在政治上操作来讲 他可能认为是一个奇招 但是这代表 空城际 他认为空城际 但是代表未来三十几天 我不知道他们内部都不做民调 如果他们连内部自己都不做民调 表示他们自己的支持者跟候选人 他们会完全再打一个前面看不到路的仗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OK有市里向问过叶元支 马上那个时期 叶元支说 我们都没有做民调 我们就是说韩市长的竞选这边 对对对 人家没有做民调 我觉得还是要做 要做一个至少让自己对未来能够看清楚 他选举获胜的路径 因怎样的一个真民调 那有机会也愿意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分享 OK 那个博弈怎么看 最近这个有关民调的纷争 我有几个好朋友都做民调了 我都在修书 做到最理论 朋友不要做 我都直接嗆一下 为什么民调不能做假 当然 民调一旦变成民调的话 变成文宣工具的话 中华民国的自由民主选举 根本是一场假事 不能这样干 我们先从沈富雄大佬他来算 他估计假设输250万票 换算起来是输几% 大概输20%左右 20%就是250万票 差不多 但是看到有一些苹果民调 已经输超过30%了 这个51对19 超过31.2 32%了 32%算起来多少 大概是 600万票 300多万票 360万票 10%是120万 大概360万票 那我相信这个数字 不要说我们国民党不相信 民党应该也不会相信 能够赢到30%以上 因为这差距实在太大 所以就我们正常的民调来讲 假设好了 我们以TPS 大家会认为 比较靠近偏懒的 那他出来15% 假设以15%而言 剩下这38天 我们必须要花很多能力来追赶 而且不一定能够追得上 你认为追得上 我觉得不一定能追得上 因为这15%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可能要有一些重大的事件 或者某些能够特别振奋人心的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举动来做 那我最后还是要讲 竟然韩半 包括韩市长在脸书 他已经宣布了 就是说不管是支持蔡英文 或什么的 他们自己的目前的团队 目前好像也是没有在做民调了 所以说因为可能民调会失真 所以没有去做 我只能说最后38天 民调当然会跟我们的选举有影响 而且有指标性 但是他已经不是绝对的 现在38天 如果韩市长做这个决定 我认为就不要管民调 好好的去冲你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包括了 民调最后投出来的结果 跟真实的结果 有没有落差到什么程度 我相信是有 这个落差程度上面 你能不能够用这38天 用你在地方上勤跑 跟给一些所谓支持者感动的力量 让我们的中间选民 年轻选民回流 我觉得那可能更重要 因为一直纠集在民调上面 对于这38天很快就过去了 一直没有时间在管民调 因为也不可能换人 怎么可能38天换人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韩市长 把感动人心的 不管是政策 还是对未来国家的破话 讲出来 包括对于我们的长者 包括对于我们的年轻人 包括我们的幼儿 所有的国家的远大的方向 提出来 用政策 用想法 来感动选民 然后剩下的时间 尽量的在地方继承跑 因为要知道 我认为投票 不会是一个理性的动作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 我们会被电视上的一些 截取的感觉所影响 但是你当你实际上碰到这个人 握过手 跟他见过面的时候 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利用造势的活动 利用大场合的活动 多跟民众接触 利用一个民众 可能可以拉两三票的力量 看能不能够在最后的 38天里面 能够做出一个 有机会逆转的方法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常知道说 民调是民意的数量统计的结果 韩市长常讲说 民调冷冰冰 民心热乎乎 如果用博弈的逻辑 你一切要从召唤热乎乎的民心开始 才能够挽救冷冰冰的民调 可是我还是要挑战 你挽救热乎乎的民心 目前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积极 另外一个题目 我们先看一下微笑 再回来救一下博弈 很痛可以不要再打了吗 好 这个赵市场的一个小插曲 那个施宜反映很快 侯市长红韵当头 侯市长说我是自作自受 要为什么过这个桥段 因为目前所知道 韩市长他在跟区域立委之间的互动 当然他很努力 不过我所知道 很多国民党提名的区域立委 跟朱立伦市长的赵市活动 已经排到满满的 甚至还要拜托 比较亲近朱立伦市长的朋友说 可以插队 那更多人也在希望说 侯友宜可以出来到三天 那我们来看一下 侯市长目前的态度 就是不愿意接韩国瑜的竞选主委 侯友宜说 由400万市民来担任 会比较好 竞选主委 永远是我们400万市民来承担 光挂一个虚名 或挂一个图具形式的名称 其实意义不大 买就是买 侯市长不好意思 你讲这么多 买就是买 我不知道底细 你最后的评估是如何 看一下另外非常支持 韩市长的旺旺 重视集团的老板 蔡衍明 蔡董事长 他也失误讲话 有人说 连旺中都倒戈了 蔡衍明说 他对韩国瑜真的非常的失望 他也提到说 下一句应该是 肃倒胡孙赛 在影射什么 OK 这个宋楚瑜 宋政党也有一些评论 他说 难要逆转胜 就要换人吗 宋楚瑜说 能干者不一定在国民党 就算你换的 也没有我宋楚瑜这么能干 不如直接投我这话 讲白就是这样 他说是不是逆转胜 他说能干的不一定只在国民党 国民党已经发现 他不能干了 要找个能干的 这个能干的就是中华民国派 而不是中国国民党 从中华民国角度去思考 能干的候选人 不是从中国国民党 批国民党人选不对 宋楚瑜说 你当初都是派郭台铭 朱立伦 王金平 还需要我吗 就说你哪 惊来惊去 派这个韩国瑜 不会怎么看 包括现在跟过去的国民党 都有影响的政治领袖 是不是对韩市长 都有提出不同角度的批评 只有三十几年 批评还是很多 你的回应 当然我们自己要加油 宋楚瑜 不管以前在国民党经历 还是在整个政界的经历 都是非常的资深 而且精力充沛 那我们只能说 有任何的批评指教 我们都要虚心接受 但是剩下三十八天 还是依照自己的主轴把它走完 因为太多一些 有些各方来的资讯 会让我们不晓得该怎么走 最后如果三十八天 你还是一样摇摆 左摇右摆 无法在我们该要走的道路上 往前行进的话 我认为对明年的总统大选更危险 三十八天 我相信韩市长韩半里面 已经有这三十八天的规划 这三十八天规划 之前怎么规划 就照规划走 然后在过程当中 尽量再去寻找一些更能够吸引选民的政策 我觉得是互相搭配的 外面所有的意见 我们都感谢 我们都要做参考 但是以自己的主轴为主 因为三十八天时间不多 如果还继续的听信 外面很多一些不同的意见 都是好事 可是当所有的不同的好事加起来之后 对于韩半是不是好事 那不一定 照自己的步骤 稳定的把三十八天好好打完 所以就先把这些不同角度的评论 先摆到一边 还是按照自己寄定的步伐 把它走下去 去吧 还是走 还是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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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